老花鞅两个人要的 这回呢 这回呢 这可以拿了慢呢 哦 这可以拿了慢呢 怎么样 Rania 中国棒 中国棒是吗 中国棒 中国棒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于飞 哈喽 你好 我是Rania 为什么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我先转呢 你先转呢 最近呢 我和Rania发现就是 Rania的爸爸看东西总是看不清楚 可能是有一点老花眼 所以说我们俩最近一直在找一些眼镜店 给Rania的爸爸配一双老花镜 但是俄罗斯这边的所有的眼镜店 基本上大型的眼镜店都去过了 配镜子的时间都非常的漫长 大概基本上最快的需要是10天到15天左右 就是两周左右的时间 而且时间不是很确定 所以说老丈人大概是10天左右就回去了 所以说这个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想给老丈人 就是说在这边配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眼镜 因为回到他们那个小农村小城镇 就基本上配不到什么好的眼镜 尽量能有事情 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圣彼的宝来解决 所以说我就连夜联系了到这边这个华人眼镜店 这个配镜的速度绝对是俄罗斯想象不到的 配一个这个老花镜需要多长时间 我没有告诉热鸭 想给热鸭一个惊喜 让热鸭和我老丈人见识一下这个中国速度 可能会很快 对 非常快 你认为得配多长时间? 嗯 不知道 如果我们10、2周 可能5天 3天 热鸭认为3到5天 我们一会去看看 到底在华人眼镜店配一个眼镜 能比俄罗斯快多些 这个速度我是知道了 但是我一定要给热鸭和老丈人一个惊喜 让他见识一下这个中国速度到底有多恐怖 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出发了啊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啊 看老丈人上回买的新衣服 多帅 哈哈哈哈 帅不帅 走了啊 你走 到了啊 老丈人在试眼镜啊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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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还有 舒服吗 可能还是不可以 但是走了 大家是在庭里面 这就走了 好 人家已经转好 在此之后 就走 回到那里面 大家都喜欢你喔 哈哈 嗯,有另一種,再看看 再測試一下 这不能动,不能动,这是眼镜,你不能动 现在我们再挑一个眼镜盒 一会儿给老丈人验个光,看看多少度 然后再挑个眼镜盒 这是我们中国人开的眼镜店,俄罗斯人不让来 这个Leo能喜欢,你问Leo喜不喜欢 Leo,Leo最喜欢这个了 你看看,可以吗? 你看看,这是Leo最喜欢的小汽车 你拿着吗?你给你 所有的眼镜店,俄罗斯很多眼镜店都是在这近的货 然后很多在平时眼镜店卖的很贵的眼镜 在这才卖一千多鲁鲁,几百鲁鲁 在正常的眼镜店都能卖几万鲁鲁的东西 对,但是这里只接待中国人 怎么样,中国人很强大 看起来有没有好看的,我会挑一个 看起来有没有好看的,我会挑一个 怎么样 怎么样 哪个好看?我感觉这个 这个 这个也挺好看的 这个好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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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飞行人 红色的 要红色的 对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眼睛你还蛮大的 你怎么看着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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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 五十三 这个老高镜知道看得清楚就行 对 看得清楚 不用像我们近视镜那么 对 那么严谨 你啊 不行不行 度数挺大的 老丈人还一直坚持着呢 对啊 看不清 哦 那度数是挺大 不行 还看不清 我去 那度数大 嗯 五十三 哎呀 他 他这边的眼睛 跟那个国内的眼睛 人家的眼睛不一样 真的不行的话 那你还要算一样 啊 他平时就在那个 家旁边那个地铁口啥的 就直接买了一副 军马的那种眼睛 也没测过 嗯 他就是要看看是两眼一样 一般来说 老花心两眼一样 嗯 这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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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 这个眼睛 哈哈哈 现在我们的眼睛已经去配去了 人家你猜多长时间 能配好 啊 我们需要在这等 你猜等多长时间 要在这等 不可能等一天两天 那 哈哈 一个小时 两个眼镜 你看人家这个表情 因为在俄罗斯 配一个眼镜 应该不会低于两周啊 我记得我上一个眼镜 在这配的时候 在俄罗斯眼镜店 配了 一个月吧 两周啊 就是不会低于两周啊 太阳镜 哈哈哈 怎么样 中国怎么 中国速度怎么样 很酷啊 就是 长时间在俄罗斯待 给人给人的这个脾气都磨没了 什么都等 什么都等 但是去中国你就会明显感觉到 干什么事情都 节奏会快 不止一倍 快好多倍 也是俄罗斯属于慢节奏生活的一个国家 嗯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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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半年呢 你不有太阳镜吗 刚买的吗 啊 不有太阳镜吗 啊 啊 半年呢 我们还需要在这等一会儿啊 不计马上就快做好了啊 老丈人的这个两个眼睛度数 左眼是350 右眼是450 这个度数真的挺大的 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坚持的啊 啊原来戴到我们家那个眼镜是从 就在那个乌克兰那个地摊上买的那个 最破的那种眼镜啊 啊 那种根本就戴上等于没戴啊 基本上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根本就看不清楚东西啊 啊所以说我们这次领着老丈人来到我们这个 中国的这个眼镜店啊 挺酷的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确实挺酷的啊 我感觉宋老丈人这个这个眼镜 比宋老丈人什么都好 嗯哼 对嗯哼 送一个清晰的一个世界啊 对 然后又终于不用凑合了啊 嗯 挺棒的 新眼镜配上了啊 挺酷的 挺酷的 好吗 如果看眼镜要配合一会儿 嗯 这真的看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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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帅个了老头儿 哈哈哈哈 全然 看 哎呀这眼镜戴上了啊 这是原来的眼镜啊 原来眼镜啊 地摊买的哈哈哈哈 乌克兰地摊买的 这个就不要了 扔扔掉吧 这个多好啊 这多帅啊 哈哈哈哈 哎 原来的眼镜看不看不太清楚啊 嗯 对 对对对 这个这个看得很 这个看得很清楚 对 对看class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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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够好了,能看手机了 老丈人还是不太适应拍视频啊,不太好意思啊 然后还配了个很潮的眼镜盒 这回人家放心了,给爸爸都置办起了 怎么样人家? 中国棒 中国棒是吗? 中国棒 看我,看我,我也配了眼镜啊 看我们三个 这个眼镜也不错啊 OK,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录到这了 拜拜 小廖 小廖在这吃葡萄呢 廖,拜拜 拜拜 拜拜 给我吃个葡萄,好嘞 哎 铁 明天 三个 你 那么 在哪里 天